国际焦点先带您来锁定美国四月通膨率 年增幅3.4%是合于预期的 这也激励了美股道琼指数占上历史新高 通膨虽然趋缓 不过民众却很无感 向来有小费制度的美国 平均要给的小费从五年前的15% 竟然已经涨到现在的20% 只是去超市捕获日常用品 总是会被涨价幅度吓一跳 这说出了很多美国人的心声 她是专门钻研花小钱又能吃的 健康美味的美食网红 但如今这样的小资族评价食谱 是越来越难做了 光是一盒蛋 在疫情后的这几年就分涨三四倍 但是最新出炉的四月通膨率 却告诉大家 美国四月CPI年增幅是3.4% 比上个月略降0.1% 是今年一月来首度有放缓迹象 这消息激励股市大涨 美股差四万点 只差一小小步 投资人乐得开花 但这是不是只有股市一头热 因为光从这微幅下降的0.1个百分点 真的很难说服美国民众通膨压力减缓了 食品油价房价都在涨 有超过65%的人认为 通膨是现阶段财务压力的最大来源 而且就连小费都在涨 根据统计 2019年时 通常给小费的幅度 是落在总消费的15% 疫情期间 因为大家总觉得服务业劳工们最辛苦 因此小费给的最大方 平均是来到总消费的22% 但是现在疫情结束 这小费急剧却没回归正常 为什么会期待用餐顾客 还是得给小费呢 店员来解答 疫情后餐饮消费回温 业者预期回到实体服务能收小费 但没有想到通膨吃掉大家的荷包 有越来越多人反倒认为 应该是餐厅业者要加薪 而不是靠客人 但是老板也讲明了 这势必得涨价 说来说去还是消费者吸收 手上的现金是越变越薄 专家也提醒了 要小心出现货币幻觉 通膨时代你手中的一块钱 早就不如两三年前之前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拜登说出这句话时 美国民众都好想问真的吗 虽然现在通膨率被解读时已经开始呈现高原期可能缓步下降 但是联准位还是很保守 没有透露下一步的利率动作为何 就怕通膨拒受反扑依旧降不下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看的是阿根廷 阿根廷4月份的通膨月增率稍微的放缓 不过年增率仍然高达百分之两百八十九 在总统米雷一上台之后 阿根廷央行第五度的降息 基准利率从百分之五十下调到百分之四十 而米雷一的休克疗法 虽然短期看到效果 但是也让财政转亏为一 不过却也让穷人变更穷 服饰店家挂上大大的折扣标示 却不见顾客上门 阿根廷经济低迷 民众还是不敢花钱 别说流行服饰 许多民众连购买基本的民生物资 都要犹豫半天 因为各种物价实在高得吓人 市场外还出现一家大小一起翻找 厨于蔬果箱的画面 业者坦言根本感受不到通膨放款 阿根廷新政府五度降息 最新公布的四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显示通膨月增率已放缓到百分之八点八 也是去年十二月百分之二十五高点以来 连续四个月下滑 偏偏民众都说没感觉 阿根廷批索越变越薄 当地央行从五月起流通 最新发行的一万元面额纸超 换算下来却只有台币三百六十元 不论火车站还是机场通通冷冷清清 阿根廷总统米雷一上任短短五个月 已发生过两次大罢工 示威民众不满政府的准节计划 严重影响生计 先前甚至有公立大学校长也上街示威 指乎预算不足将导致校园面临倒闭危机 因为给校园的经费没有配合通膨调整 等于实质砍半 其实若以通膨年增率来看 阿根廷的数字还是高得吓人 来到百分之两百八十九点四 也难怪各行各业叫苦连天 受害的还有阿根廷国家原子能委员会 因为预算紧缩影响各种建设停摆 甚至快没钱付给承包商 阿根廷先前发生的列车冲撞事故也被点名 跟经济困境有关除了没预算更新预警设备 还有民众偷割电缆拿去变卖 导致整个运输系统破坏越来越多 拿起电锯象征大刀破斧准结 这是阿根廷总统米雷一 去年竞选时主打的证件 喊出休克疗法 虽然确实在第一季让财政转亏为盈 却也让穷人变得更穷 通膨年增率将近300%的意思 代表每两人就有一人陷入贫困 得靠救济过活 另外极端气候现象也严重冲击 阿根廷农业收入 身为全球第三大玉米出口国的阿根廷 正饱受严重的夜禅虫害滋扰 收成大幅下滑 这一切都与冬季变暖有关 阿根廷原本预估超过 6000万吨的玉米产量以下 调到5050万吨 只怕今年的暖冬还会继续 冬日时间阿根廷东北部地区 还有严重洪灾 画面拍下好几栋房屋被大水淹没 灾情惨咒 原本就重昏的居民 克难将床铺吊起 抱怨至今人等不到政府单位 请来支援 天灾高通膨双重夹击 阿根廷人的苦日子 不知何时才能落幕 有新闻 最后来看的是乌军在哈尔科夫陷入苦战 俄国大军现在距离市中心 只有大约10公里了 而眼看这个情况越来越危急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闪电了前往哈尔科夫 稳定军心 他喊话说 现在的局势缓和 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俄军的多管火箭 在自家贝尔戈罗德的马路上 对着十多公里外的乌军防线开火 在前线的另外一边 俄军的先锋部队 已经深入乌克兰境内 乌军口中围结的就是 哈尔科夫边境城镇沃尔成斯克 俄军几乎包围了北东西三个方向 逼近北顿涅茨河 由于地形的阻隔 乌军很难持缘 只能被迫后撤 更危急的是 俄军的另外一股攻势 杀进前线小镇利普齐 这里距离第二大省哈尔科夫 只剩十公里 外媒还报道 俄军已经夺下 278平方公里的土地 俄军还不断用滑翔炸弹 轰炸哈尔科夫 甚至又动用S-300防空飞弹 桶状的发动机外照 直接掉落在社区里面 乌军头痛不已 因为这些都是从俄国本土发射 战况告急 临时取消国外出访行程的 总统泽伦斯基 周四冒险到哈尔科夫前线 稳定军心 他说当地的局势已经控制住 增援部队也陆续抵达 乌军手上虽然有美制的 M777榴弹炮 但却还在等美国援助的 155毫米口径炮弹送到 美国承诺会再给 20亿美元的军援 但恐怕人事缓不济及 不是要唱衰乌军 但是西方普遍认为 乌军的防御资源分配 恐怕面临取舍 只是现在混乱也蔓延到 中欧国家斯洛法克 枪手连开了五枪 遭到警方压制 他开枪的对象 竟然是斯洛法克总理 费科 目击者拍下费科中枪之后 随乎拼了命把他塞进坐车 十万火急送一急救 腹部中枪的费科 一度命危 当局还出动直升机 送到首都的大医院急救 把他从鬼门关 拉了回来 目前费科的状况稳定 但是尚未脱离险境 到底是谁要置他于死地 独自犯案的71岁枪手行凶之后 被警方压制上铐 官方也定调 这是一场政治暗杀 枪手过去的镜头 也被媒体挖出 他的名字叫做辛图拉 是一名作家 创立文学俱乐部 还出过三本诗集 他的儿子透露 他跟费科的政治立场不对盘 但确切的暗杀动机 还没釐清 去年9月斯洛法克大选 左派费科第三度当上总理 他的立场一向是亲俄罗斯 跟欧盟主流的民意汉格不入 从政20多年来打压一己 树敌也没少 尽管如此 欧洲各国领袖 仍在第一时间发声谴责暴力 祝费科早日康复 美国首席 Rishi Sunak 我说到这些惊喜的新闻 倒是俄罗斯 见缝插针 虽然说欧洲 本来就没什么人喜欢费科 暗批欧洲领袖 根本就是猫哭耗子 假慈悲 TVC中不倒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